动物号呼吁发生山火速前往增援实施灭火 接到塔台指令 直升机迅速加装吊筒灭火设备后 立即前往预定地域展开灭火演练 吊筒灭火任务多在陌生地域飞行 飞行员根据经验通过目视寻找合适水源取水 拐拐六腰保持悬停高度高度好 在取水之后最大的困难就在于 受高原环境的影响 直升机剩余功力减小 而在吊筒起吊离开水面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拉力很大 这就要求飞行员精确地计算好飞行重量 柔和精准地操纵 将吊筒吊离水面 建立航线奔赴火场完成好任务 拐拐六腰 航线对阵状态好 准备准备 撒 直升机驶进模拟火场上空 准确将水覆盖火源 完成灭火训练 高原地区气象复杂多变 风向风速不稳定 我们在准确判断好风向风速的情况下 预留好合适的撒水距离 精准撒水将火扑灭 近年来 这个旅针对高原任务特点 在常态化组织跨周夜连贯飞行 多弹种子弹射击等 显难课目训练的同时 还把应急救援 融入到战备演训中 多次参加燕色湖抢险救灾 运送物资等多样化任务 提升高原陆航部队战斗力 作为高原新制作战力量 我们坚持以使命任务为牵引 先后攻克了大量的高栏写维科目 填补多项训练空白 尤其是在应急抢险救援方面 一个任务多种预案 一次行动多种举措 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 打下坚实的基础 打下坚实的基础